好,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4.1a的练习 求x的曲直范围使得下列的各五里式有意义 那有意义如果你是双数的根式 你的里面的值就要大于零 大于等于零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应该是负x 你应该是要得到负x要大于等于零的情形 两边乘以负,符号对调 你就会得到x要小于等于零 所以这题答案是x小于等于零 这一题嘛,你就讲说x平方加一 它要大于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也就是x平方是要大于等于负一 但问题是我们的x平方都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嘛 所以这个x呢,就取所有的时数就可以了 啊,所有的时数,我的x不管只要取,x平方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不会,所以你要大于等于负一,我的x平取任何值都行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来理解 负 呃,这题不对了,我忘记了,我刚才看漏了 它是五次方根 那其实里面你是可以做到它是x平,x加一的完全平方 呃,换句话呢,就是说它的x加一啊,它因为它是完全平方嘛 那它就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x呢,取所有的时数都可以 ok,第四题也是所有的时数 呃,接下去划减它,第五到第十四题它要你划减 如果你有负的话呢,你就要小心 但是像这一题的话呢,因为五次方根可以是负的 所以那个,呃,这一题直接五跟五越掉,你就会得到负吧 这一个呢,因为三次方根可以允许有负 所以也是三次方根跟三次方去掉,得到x 好,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简单吧 这一题平方根跟这个四次方越减得到x平方 呃,但是要注意的是x平方呢,我们要取正的 当然x平方它肯定正啊 哦,所以这题也是直接x平方就是答案 x下二 五次方根再取五次方,呃,然后当数次方你就不用太考虑了啦 呃,直接去掉,这题答案是x下二 六次方根,呃,跟六次方 那因为它的a是小于0 所以它是负值,对不对 负值取六次方就会变正 再取六次方根,我们要取正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要得到负a哦,这题不对 应该要得到负a,因为负a才是正的 ok,a是负的,所以这题这个啊,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呃,陷阱在那边 当然有一些课本啊,就简单一点,它就讲说,啊,你放绝对值就好了吧 ok,但是我们不要啦,我们要你知道说,他是不是,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放 放绝对值就算了,你要知道说他会不会有负 如果有负的话,你就补一个负给他,我们是要这样子来,呃,让同学们要懂得这样判断 ok,这个我再移一下,移一下 ok,so,呃,以萱呢,他发现到x平方加4x加4呢,可以变成x加2的完全平方 所以开出来呢,他写说他是x加2 但是,呃,当然他在这一边呢,要进行一下判断哦 怎么说呢,因为x平方,呃,他讲说x大于等于负2 你的负2移过来就是x加2,哦,x加2就会大于等于0 所以这一边呢,呃,直接得到x加2呢,是可以的 因为x加2大于等于0嘛,哦,所以这题答案是x加2 ok,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呃,x平方减6x加9 他是变成x-3的完全平方 但是你要注意,因为这句话哦,你把-3移过来 x-3是小于等于0,所以变成负值的 哦,我们要把它变成正的话呢,应该换成3-x的平方 所以3-x平方再开灯号,就会得到3-x 很好,这个,呃,弘斌就有注意到了哦,所以这课本呢,就是要大家注意那个正负的情形 4x平方加12x加9,9是3的平方 4x平方是2x的完全平方 这个中间像刚好是两个前称后 2乘2x乘3,224,4312 所以他是2x加3的完全平方,没错 但是又在看这一边,x小于-3 2乘过去,-3移过来,2x加3 小于0 所以这个东西是负的呢 这样你是不是要再补了一个负给他呢 啊,所以他后面给的答案啊,我告诉你后面的答案是这样子写 2x-2x-3 所以他是把负成进去的,我是没把负成进去 我是整个挂弧放一个负在前面就可以了 OK,大纸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题 这个3直接跃掉可以吗 可以,因为它是3次方 可以直接去掉 这个是7次方 也是可以直接去掉 所以-x加x也去掉1加1就会等于2 所以这题相对简单 第13题答案是2 第14题 第14题 它有这一句话 你们要注意的 因为 A是在2到3之间 所以 你可以想象它是 它是什么呢 它是2.5啦 2.5-2得到正的 4次方 再开4次方根 所以A-2 那因为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因为2.5-3 就会等于负的 所以这边应该要用3-2 3-A 啊,这样子 所以A-A去掉3-2是等于1 所以这题答案是1 OK 所以当然这边它注重了这个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国中的老师 没有理这么多 OK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新的 新的课本 它在这一边呢 就下了一个小节 让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相当重要的了 就是很多同学 很多人其实是 忽视这个点 OK 大概是这样